大家好 我们上课 我们上次课呢 以表解的方式 给大家做了三成器汤的鉴别比较 随后呢 我们又给大家学习了 调味成器汤适应症的原文 小成器汤适应症的原文 最后谈到了大成器汤的适应症的一条原文 我们接着呢 上次的课往下看大成器汤适应症的原文 请大家打开讲义111页 看到数第二行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 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 日不所发潮热 不误寒 独语如见鬼状 若记者发则不识人 寻一末床 替耳不安 微喘直视 卖玄者生色者死 微者但发潮热沾余者大成器汤组织 若于福利 则止后福 这是第二百一十二条的内容 伤寒是一个外感病 或者用过吐发 或者用过下发以后 病没有好 这个不解不是指的太阳表正没解 而是指的这个病没有好 下面见到一些什么症状呢 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 这就提示了由杨明李时的症状之一 日不所发潮热 这个症状我们已经多次都解释过了 这是杨明燥热内胜 热血内脸 在平常情况下 不能够发出来 所以平常可能不发烧 或者发烧比较低 在下午三到五点钟 这个时候古人把它叫做日捕 锁呢是表前后左右 在日捕前后 也就是深时前后 定时的发热 像江河湖海的障潮退潮一样 所以把它叫做潮热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 阳明经的阳气最旺盛 政邪斗争最激烈 所以发烧就比较高 因为这是李热症 不存在着寒邪商表扬 温序失思的问题 所以他不仅不悟寒 他可能反悟热 读语如见鬼状 这就是詹语 若聚者发自布施人 这正是热圣神魂的表现 或者后世温病学家所说的 热线心包的特征 发自布施人是热圣神魂 寻衣墨床 寻衣墨床是热圣伤筋 筋节正衰 筋叶好伤之后 正气虚衰的一种表现 出现了一种热圣 造扰不宁的特征 替尔不安是心神施养 心神施养 微传是扬名礼时 破肺废弃上腻 直视是指的两个眼睛 呆至凝视而没有神采 这是扬名造热 下伤甘肾之音 甘肾阴经被伤 目经施养的表现 所以造热 下伤甘肾之音 甘肾阴经被伤 目经施养的表现 下面的脉弦者生色者死 这个弦和色是相对应的 色脉提示了真音已经浩劫 所以育后不良 脉还能够咸而不是色 那提示了真音还没有好伤 所以他的育后还可能会好 微者就是正后轻一些的 但发热沾雨者 只是有发潮热有沾雨的 那就用大成济汤来治疗 严重的他认为用大成济汤在治疗上 他的疗效就可能把握不大 所以他对严重的他没说用大成济汤治疗 他只是说扬名腐质症轻一些的 只是发潮热和沾雨的用大成济汤来治疗 若一服力则之后服 只要吃了一次大便通了 那就是重病机制不可卸下过头 我们讲义上在这个条文里头 附了一个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有一个一案选录二 就是一百一十二页 看见了吧 我们读一下这段原文 江某某男二十八岁农民 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出诊 突发腐痛腐胀 呕吐已一天 不发热补午寒不能食 腐胀痛俱暗 西医协助会诊 长眠医抗劲可闻到气过水声 腹部透视 中腹部有两处较大液瓶 结肠充气 白细胞一万两千 中性百分之七十 印象长羹组 建议先付中药 舌苔皇后卖尘花有力 二日胃接大便 小便短翅 扬名腐气不通可下之 下面用的这个方子 基本上是大柴虎汤加味 我现在想问大家 这个病例放在这里 这个病例能诊断为 阳明腐蚀症不能 我们有同学说了 不能诊断为阳明腐蚀症 为什么 它没有全身热胜的症候 所以这是个单纯性长羹组 充气量 你只能诊断为 它是个杂病时症的腹满 所以要举典型的阳明腐蚀症的病例的话 你不能举它 这只能是大成气汤 施营症 另外的施营症 这是大成气汤 大成气汤可以用于治疗 单纯性肠羹组 单纯性肠羹组 它属于杂病 它不属于热病 所以它不能够诊断为阳明腐蚀症 我之所以读这段病例 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把长羹组当成阳明腐蚀症 因为它没有全身毒热的症状 当然另外一种情况 例外 就是那个矫窄性长羹组 伴有长臂血液循环障碍 甚至伴有长臂坏死 已经有了全身中毒症状了 那个时候 你可以诊断为阳明腐蚀症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不能够用下法了 长臂已经有了坏死了 卸下就会导致长穿孔 那就会导致死亡 所以后面张中景会说 长羹组都是以呕吐 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症状 除了腹蚀腐痛以外 以呕吐为主要表现 所以后面张中景会说 其人欧多 随有阳明病不可下 那就是指的刚才这种 矫窄性长羹组 长臂血液循环障碍 甚至伴有长臂的坏死 已经有了发烧 可以这段阳明腐蚀症 但是因为它有明显的呕吐 不能够卸下 这是后话我们再谈 下面看241条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 所以有不大便 这是一个症状 凡不解这是有理热 腹蚀痛这是有理食 词有造势也说 这就是有造势 你可见张中景诊断有造势 他的根据是什么 他的根据是症状 有不大便 有凡不解 有腹蚀痛 这就是有造势 因此造势这个词 看起来它不是指的 说张中景就透视功能 直接看到了这个人 肠管里有屎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他通过症状判断 这就是造热阻截的 比较重了 说为什么下后还有造势 这是因为 所以然者本有素食故也 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病人原来有湿肌内停 现在又得了阳明腐蚀症 泄了一次之后 他的食血没有完全排泄干净 所以下后不解可以再下 下后不解可以再下 前面说若一服力则直后服 这是常规的情况 吃了一次药 大便通了 症状都缓解了 当然后面就不要再吃了 在这里说下后可以再下 是因为他症状没有缓解 下后仍然有不大便 仍然有繁不解 仍然有腹蚀痛 汗后可以再汗 下后可以再下 和那个得汗后指后服 和这个得下后指后服 完全是根据具体情况 来具体处理的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在临床运用的时候 也应当灵活对待 我们在太阳病片不是学过吗 这个伤寒发寒一节 半日许复反者 那么可以再发寒一柜之汤吗 那是汗后可以再汗 我们学241条 是下后可以再下 这样就提示我们在临床上 应当灵活对待 治疗以后 药物反应 随后所看到的临床现象 根据随后的临床现象 来确立新的处理方法 242条 病人小便不利 这是今夜被伤了 大便乍男乍义 大便难是燥热组织 大便易是燥热下破 这个燥热下破的概念 我们上次课 在讲那个表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 阳明灶热 寻伤金叶的途径有三个 一个灶热逼迫金叶 外跃表现为汗 第二灶热逼迫金叶 偏肾表现为多尿 第三个灶热逼迫金叶 下肾表现为下粒 这个下粒拉的不是粪便 而是肠叶 而是肠叶 所以当肠叶分泌多 是肌体排除邪气的一种表现方式 所以这里的大便难呢 是燥热阻结 这里的大便易呢 是燥热下破 使金叶下泄 所以它接大便就比较容易了 还没有达到那个下粒清谷 色纯青的地步 还没有达到下粒清水 色纯青的地步 因此大便炸难也是燥热 大便炸易也是燥热 也是燥热 这真是成也萧合 败也萧合 食有微热 就是微有潮热 食就是定食 定食有微热 那不就是微有潮热吗 它潮热不严重 船帽 不能握 这是燥热上宫 废弃上腻 就可以出现船 帽呢是头晕目悬 那是燥热上宫 清阳被饶 燥热上宫 清阳被饶 所以重景就凭上述的 小便不利 大便炸难炸易 食有微热 船帽不能握 这些症状来判断 此有造食也 说这是有造食 用大乘鸡汤来治疗 所以这又证明 他判断造食 是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 下面我们看第252条 山寒六七日 墓中不了了 惊不合 无标里症 大便难 身微热者 此为时也 极下之意 大乘其他 一个外感病 六七天的时候 病情当然就要容易发生变化了 墓中不了了 惊不合 有的住家说 墓中不了了 是事物不清楚 那就应当是病人的一个主速症状 说大夫 我看东西不清楚 你看看书上这五号字 我怎么看不见 现在这个病人 已经发展到 就是眼睛都呆至凝视 无神的状态了 他还能够主速说 大夫我看不清字 这样的话吗 所以我觉得 墓中不了了 不是病人的一个主速症状 而是医生看到的一个客观现象 是他两目呆至凝视 无神 不了了 就是墓中昏暗 不清爽 没有光泽 你看这个小孩 眼睛黑白分明 亮亮的闪着光 你看这年轻人的目光 炯炯有神 这是精气神充足的一种表现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病人 眼睛昏暗 无神 没有神采 两个眼睛呆至凝视 就像那个羊的眼睛一样 这不正是 羊明灶热内圣下伤 肝肾之音 肝肾阴经被伤 目经失痒的表现吗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失神的表现 肝肾阴经被伤 目经失痒 实际上也是失神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 目中不了了 惊不合 是医生望诊所看到的现象 而不是病人主宿 我看东西不清楚 无表里症 并没有明显的潮热 心中懊恼 这样从外表上大汗出 从外表上可以看得到的热症 也没有明显的绕肌痛 肤满痛腐 大满不通 这些理症 只要有大便难 只要有身微热 这就是实 这就是实 不仅是实 你还要用大成气汤 来急下阳明燥热 后世一家就觉得 前面呢 有战予有潮热 只是因为卖华尔及 症状像大成气汤的适应症 而卖相不像 张忠锦还小心翼翼的 用小成气汤 先试探试探 他是不是转气 转气以后呢 他还是继续用小成气汤 而不用大成气汤 那么小心翼翼 可是到了252条呢 大便难身微热 无标理症 只是目中不寥寥 惊不合 他就贸然的用大成气汤 还有急下 所以觉得不大好理解 因此就给他补充上 说要想急下的话 一定有潮热沾雨 要想急下的话 一定有绕急痛腹满 痛腹大满不通 实际上这个补充是化舌添足 为什么这么说 病人到了失神的地步 到了正气大帅的地步 到了肝顺阴经被伤的地步 他的机体的反应能力 他对邪气的抗病能力就大大下降 所以那个正邪相征很激烈的临床症状 他就表现不出来了 前一日子 我看一个肝移植的病人 这个病人本来要选为我们国家的科学院院士的 结果他得了肝病 一检查是肝癌 在天津做的肝的一致 因为他是我们国家很难得的人才 这个人原来的性格和脾气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特别宽怀 特别大肚 在家中是个长子 上面孝顺父母 下面关爱自己的弟弟妹妹 在单位也是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 工作优秀 带人接舞都非常宽厚的一个长者风度的人 做完肝的移植以后 这个移植效果还不错 他活下来了 从此性情大变 变得暴躁 变得自私 变得无情 他妈妈去看他的时候 说儿子呀 你还有什么事情给妈妈交代 回去回去 我什么都没有交代的了 他妈妈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就这个样子 所以让别人觉得丝毫不能理解 是怎么这个样子 六亲不认 他还有更许多觉得话 六亲不认 后来他的那个妹妹呢 曾经是我的学生 就跟我说这件事情 我说你知道给他提供肝移植的是什么人吗 他说我知道 他说是在施家庄抢银行枪毙的人 你想抢银行的人 他能去认六亲吗 他能对别人宽厚吧 就这么一个肝脏给他移植到他的身上 他的性格大变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确实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绩 器官的移植也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但是许多情况下 一些重要器官的移植 心脏的移植 肝脏的移植 成功以后 肾脏的移植问题不大 对心理性格的影响问题不大 心脏的移植和肝脏的移植移植成功以后 人存活下来以后 心理和性格都发生了变异 英国的一位女士 四十多岁 她原来性格是内向的 和她的丈夫关系特别好 身居简出 那么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个人 因为她得了急性扩张性心肌病 医生给她做了心脏的移植 心脏移植成功以后 她的康复以后 性情大变 吃辣椒 抽烟 泡第四个舞厅 还帮上几个基普赛男孩 还喝酒 所以她丈夫忍受不了她的这种特殊的变化 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说我也不知道 就好像另外一个灵魂活在我的躯壳里一样 莫名其妙 其实医生明白 因为给她提供心脏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是个不良青年 好飞车 好喝酒 好吃辣椒 她有好多女朋友 天天泡第四个舞厅 搞器官一日的医生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西医不承认 心理情质是五脏所主 他认为是在手术的过程中 由于大脑缺氧时间长 引起了心理的变态 但是我们学中医的清楚的知道 心理情绪和情感 和五脏的健康状况 是密切相关的 我还说这个病人 肝脏移植以后 也许是用免疫之际 也许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他每天心烦急躁 烦躁 一怒睡不着觉 然后全身疼痛 全身疼痛 后来知道全身疼痛是肿瘤细胞的转移 为什么给他做肝的移植呢 他是肝癌 后来知道他的全身疼痛不能忍受 是肿瘤细胞的转移 好 天天给他用肚冷丁 最后用到最高级的麻醉药 花了150万块 150万元 国家给他花了150万元 有一天他突然全身不疼了 也不暴躁了 也不心烦了 医生问他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医生很奇怪 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你们帮忙的了 你们都走吧 12个小时以后他去世了 这正是去世之前 人体的正气对邪气完全没有反应能力 就连那个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 所以症状就引力不见了 而我们现在这一条252这一条 他是正气大衰 神气已失 正邪斗争 正气抗邪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正邪斗争的趋势已经和缓了 所以你要给他补充这样 潮热 瞻鱼 腹满痛 绕肌痛 这些症犍斗争激烈的症状 那等于化射添足 不符合实际病人的情况 在18世纪 英国有一个医生 他提倡对抗疗法 什么叫对抗疗法吗 你这个病人不是送到我的诊所里头 在发高烧吗 你这个病人不是狂到不宁 四个小伙子都摁不住吗 我跟你放血 放到你嗜血性休克的时候 你看狂不狂 不狂了 你看烧不烧 不烧了 你看看这个病人不狂了吧 老实了吧 躺下了吧 你把他拉走吧 有些病人拉到半楼上 他就死了 他是不狂了 都快到嗜血性休克了 他还狂吗 他是不烧了 都到了嗜血性休克的地步 他还能够烧得起来吗 所以这叫对抗疗法 不放血的话 他就用卸下疗法 要下拉到病人 使病人产生虚脱的地步 所以很大一部分病人 因为失血性休克 因为虚脱 就是那些症状隐移不见了 但是随后就可能诱发 死亡 所以他这种对抗疗法 在十八世纪末 就是这个医生用 不久呢 就再也没有人用了 这个医生发现 他也不再用了 所以我们对阳明急下的 这一条阳文 不要去给他补充 那么多的阳明腐质症的临床特征 仅从身微热大便难 就应当判断 这种肝肾阴经大伤 而失神的症状 就是阳明造热所造成的 当然对临床来说 我们还可以根据病史来判断 253条 阳明病发热 汗多者极下之一大乘气汤 这主要是因为汗太多 伤阴化造的发展趋势比较快 所以要当头卸下 254条也是 讲的病情发展比较快 发汗不解 肤满痛者极下之一大乘气汤 一个太阳表症 发汗并没有好 很快出现了肤满痛 这说明邪气入理 伤阴化造成时的 这种发展趋势也非常急 所以要用大乘气汤 积极的卸下 这三条都用了 极下之这三个字 后世一家把它叫做 阳明极下三正 阳明病之所以要极下 就是因为看到了 他已经寻上了下交的音叶 所以是极下阳明来救哨音 以后我们讲到 绍阴病片的时候 还有绍阴极下三正 我们到时候再和阳明病 这三条来一起讨论 下面我们看255条 肤满不减 减不租严 当下之一大乘气汤 这一条没说伤寒 也没说太阳病 也没说阳明病 他只是说辅障满 持续不消退 即使偶尔有减轻的时候 这种减轻也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在结合金轨要略 富满寒山素食病脉症病治 他那个里头提到了 富满不减减不租严 当下之一大乘气汤 也提到了 富满按之痛为食 按之不通者未需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第255条讲的不是阳明腐蚀症 讲的是大乘气汤的另外一个适应症 那就是杂病的食症的富满 杂病的食症的富满 我们前面谈到的大乘气汤的适应症 都是指的阳明腐蚀症 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大乘气汤 可以治疗杂病 杂病的富满属于食症的 可以用大乘气汤来治疗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用大乘气汤来治疗 单纯性肠羹组的依据所在 单纯性肠羹组它的一个特点之一 就是富满不减减不租严 按之痛 因为它没有全身的热胜的症状 所以我们准确的说 它不是杨明腐蚀症 下面看256条 杨明少阳合并 杨明是有热的 少阳是有胆热的 所以这种杨热下破必下力 因此这个下力呢 是杨明和胆热下破肠道 所造成的下力 应当属于热力 其脉不负者未顺也 负者失业 互相克增名为负也 杨明的脉 是华硕十大 杨明有热的脉象 应当是华 硬当是华 硬当是玄 杨明是属土的 绍阳是属木的 这是我们涉及到的条文中 直接涉及到五行生克的问题 木是刻土的 其脉不负者为顺也 杨明和少阳同病 如果脉象表现为华 大 硕 石 提示了杨明脉胜 那么木器不能刻土 木器不能刻土 那么这就叫做顺 这就叫做不负 少阳和杨明同病 脉象表现的是杨明病的脉象 这就提示了木不能刻土 这就叫做顺 它的预后就好 如果脉象表现的是 少阳玄脉为主 这就叫木器胜 土器虚 木就容易刻土 这就叫负 这就叫石 预后它就不好 互相刻贼 名为父也 为什么把它叫做负 木望而土须 木器能够刻土 这就叫负 这就是逆 这就是不顺 这就是不顺 那么这段话 临床意义不是太大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 下面麦华而硕着 有素食也当下之 一大乘气汤 这是讲的大乘气汤的 第三个适应症 可以治疗食肌内停 可以治疗食肌内停 所以这里没有说杨明病 也没有说潮热 沾雨这些全人毒热的症状 只是麦华而硕 中心说有素食 这是食肌内停 食肌内停 你也可以卸下呀 这样的话 大乘气汤的适应症 我们已经谈了三个了 一个是杨明腐蚀症 一个是杂病的食症的肤满 就是那个肤满不肩减 不足颜 当下之一大乘气汤 再来就是食肌内停 而见到华硕脉的 那当然有食肌内停 而化热的倾向 而不是寒肌内宁 华主食肌 硕主里有热 所以食肌化热的一个特征 而不应当是寒肌内明 239条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 绕齐痛 这说明 灶热内节 不仅气机雍至 腐气不畅 而且又血脉不合 出现了疼痛 烦躁发作有时 这个烦躁 什么叫烦躁发作有时呢 就是在日谱前后发作 出现了烦躁 烦躁在日谱前后发作 实际上这和日谱朝热的病机 是一样的 阳明有燥热 在日谱前后 正邪相争激烈 阳明精气旺盛 正邪相争激烈 就出现了烦躁 那么重景就凭这样两点 三点 不大便一点 绕齐痛一点 再加上日谱前后发烦躁 这就证明 此有造实也 你们那个造实 足字编的是火字编的 火字编是对的 我这个版本 是足字编的是错的 说此有造实 故事不大便也 那么既然有造实的话 当然可以用大成吉汤来写下了 下面看215条 阳明并占欲有潮热 典型的大成吉汤适应症已经存在了 反不能实 那为什么用个反字呢 应当说阳明有热 应当消骨扇机 所以现在不是消骨扇机 而是不能实 所以他用个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胃中必有造实五六酶也 我们说胃代表整个胃肠系统 造实它不可能在我们解剖学的这个胃中 如果解剖学的这个胃有造实的话 那打嗝的气味是相当不好的 所以这个胃是指整个胃肠道 有造实五六酶 所以提出来大成吉汤适应症 就是干节的分球 重景曾经说过用门数来数 实际上我的理解是 这个五六是也计不多也不少 他在这里实际上提示 阳明造结的程度不轻也不是特别重的 特别重他要吉下 不轻也不特别重 所以这就导致了 灶热阻结 阳明为受纳功能受到影响 所以他就不能实 胃中必有造实五六酶也 下面应当结一大成吉汤下之 那这个时候应当用大成吉汤来卸下 若能实者但应而 如果吃饭还可以的话 进食还可以的话 这只不过是大便应结罢了 所以这里的造实和大便应 只不过是来说明 阳明造结的程度的轻和重 217条 讲的是 礼食 兼有表的时候怎么办 汉处 占鱼者 此有造实在位中 汉处是热魄今夜外月 占鱼是造热 寻惊上老新人 新神 所以重景说 这是有造实在位中 也就是 这是阳明造热内圣 此为风也 他同时说 这是还建有太阳表邪 这个风是太阳 风邪代表 虚下者 过经乃可下之 因为里有造热 外有表邪 如果需要用卸下的话 过经是指的太阳经的邪气 已经离开了太阳经 太阳的邪气已经离开了太阳经 完全过渡到了阳明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下 下之若早 语言必乱 以表须理时故业 如果卸下太早的话 那么你就会伤表气 因为卸下药是使人体的正气 趋向于体内的 所以表气它就趋向于体内 所以他说表虚 表虚 原来就有理时 结果导致了 占语 语言必乱 就是占语 由于表气被伤 表气虚 卸气入理 加重了阳明理时 所以就导致了 占语这种变化 这种症后 下之欲 大成绩汤 就是过经 卸气完全过渡到阳明病的时候 阳明的时候 你才可以下 卸腺的话 就应当用大成绩汤来 治疗 所以下之欲 欲大成绩汤 它的意思是 接在过经乃可下之 这句话的后面 238条 阳明病下之 心中懊恼而烦 胃中有造食者可供 这就是一下 不解可以在下 这条我们就注意一个 心中懊恼而烦 是判断 阳明有造结的 一个症状特征 邪热和阳明糟粕相结 导致了热欲 欲热扰心 就出现了心烦重症 所以我们 把伤寒论中 出现心中懊恼的症后 曾经做过归纳 直子齿汤 适应症是无形欲热 大结胸症是水热护结 热欲凶邪 大成气汤症 它是灶热护结 热和阳明糟粕相结 然后欲热扰心 都可以出现心中懊恼 可见心中懊恼 出现这个症状 都是欲热扰心 魏中有造食者可供 最后一句话 若有造食者 以大成气汤 中间是指的什么呢 腹胃满 出头硬 后臂汤 不可攻之 要用大成气汤的话 一定是腹胀的 腹胀满 绕肌痛腹满痛 如果是肚子轻度的胀满 大便是出头硬 后臂汤 这不是阳明灶热 而是太阴脾虚 太阴脾虚 为什么会出现出硬后汤 这样的临床表现呢 当然太阴脾虚 蕴化失丝 寒失下注 升降紊乱 经常可以有下力 其实应有的时候 太阴脾虚 蕴化无力 太阴脾虚蕴化无力 腐着不化 肠道不韵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情况 对于脾虚的脾虚 腐着不化 肠道不韵 这个肠道内的这些饮食物呢 它存留的时间太长 所以日久出头 从阳明造化 而成硬 这就造成了出头硬 可是它毕竟是太阴脾虚呀 它运化机能差 水势运不走 所以后必躺 又阴 脾虚 水势不运 而后必躺 所以大便出硬后躺 是一个脾虚的 一个很典型的表现 脾虚损失不能运走 大便本应当时躺的 为什么出头硬呢 因为它操综度太慢了 这些湿着 这些腐着 在肠道存留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那个太阴不合适 太阴和阳明相标理吗 所以那个出头 就从阳明造化 而变得干燥 但是把这个干燥的出头 排出来之后 随后还是吸的 所以初阴后躺 是典型的一个 太阴脾虚的症候 你不要把这种 太阴脾虚的初阴后躺 当做阳明腐蚀症 更不能够用 弓下的方法来治疗 好 关于大臣气汤 适应症的条文 我们就谈这么多 如果我们一开头 就讲条文的话 大家会觉得 这些条文非常散乱 难以把握它的全局 所以我们一开始 用表解的方式 大家基本抓住它的病机 阳明腐蚀症 两组症候 一组是独热胜的症候 一组是腹部的实症表现 以热胜为主的 用调味成器 以腹气不畅为主的 用小成器 热即胜 而腹气 雍质又重的 我们用大成器 在临床上 就这样区别就可以了 三 阳明时症的 三颗成器汤症 我们就谈完了 三颗成器汤 在临床上 一般的内科临床 用的不是太多 但是在传染病 传染病病房 在外科肌肤症方面 应用的机会很多 有许多高热的传染病 发展到后期 不用成器 常常不能够解决问题 也许我们在座的 有的人接触过临床 因为我们是 一般的内科门诊 觉得他用的机会不多 但是我们把握了 这个方法 今后在许多情况下 都可能会有 用他的机会 实症的下一个症后 是匹约症 匹约症 看原文247条 浮阳脉 浮而色 浮则为其强 色则小便硕 浮色相薄 大便则硬 其匹未约 马泽人丸主之 浮阳脉 就是足背动脉 足背动脉 正好 足背动脉 那个搏动的地方 正好是足阳明未经 冲阳穴所在的部位 所以在《沙寒论》中 就以摸这个浮阳脉 也就是摸足背动脉 来判断脾胃之气的胜率 浮阳脉腐 足胃有热 浮阳脉色 足脾阴虚 你看 又一次是浮阻热 第五次了吧 浮阳脉腐 足胃有热 浮阳脉色 足脾阴虚 所以脉博才色之不利 中经自己说 浮则为其强 这是胃有热 为其胜的表现 但是这个胃气腥是值得邪热了 胃气腥的表现 色泽小边硕 是因为胃阳胜 脾呢 它能够把筋液向全身疏布 但是脾阴不足 它不能够把筋液环入胃肠道 脾胃胃形器筋液的功能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把胃肠的水骨精微和水液 吸收向全身疏布 还有一个 就是把已经气化好的筋液 环入胃肠道 使食物的渣子 使粪便能够滋润的 通顺的下行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谈到的 肠臂的吸收机能 和分泌机能 都属于中医所说的 脾的机能 现在胃阳肾而脾阴不足 脾就只能把筋液吸收走 没有力量把筋液环入胃肠 这样的话 筋液呢 就都从小便偏肾 所以色则小便硕 色不是读脾阴须吗 脾阴须无力把筋液环入胃肠 结果筋液水液 就都从小便偏肾了 所以造成了小便硕多 符色相搏 就是这个相搏呢 不是相争相斗 而是相合 在山寒论中这个搏 有时候是指的相搏接 相斗争 有的时候是指的 两个因素相结合 符在这里代表魏阳胜 色在这里代表脾阴须 魏阳胜和脾阴须 这两个因素相结合 结果就导致了大便硬 魏阳胜当然就要伤金液了 脾阴须 脾不能够把金液环入胃肠道 结果就造成了大便硬 脾脾未约 所以这是脾未疏不经液的功能 受到了制约 不能够把金液环入胃肠道 这就像我们生这个炉子 你说你在炉子外边撒一点水 这个水能进到炉子里头去吗 因为里头有火 咔就给蒸发掉了 所以不能够把金液环到胃肠道 这个脾殊不经液的功能受到了胃的阳气的制约和约束 所以简称它是脾约症 治疗用马子仁丸 马子仁丸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润肠通便的一张方子 它的药物组成呢 我们前面说过三次了吧 因为是为了通便 所以用小橙气汤做地方 为了润肠 加了马子仁 加了杏仁 这两个都是含有油脂的药 为了养血滋阴 加了一个勺药 所以我们说二人一勺小橙气 上六位 密合胃丸 如梧桐子大 梧桐子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的黄豆那么大 饮腹食丸 日三腹 一天吃三次 见加 就是慢慢的加 以脂为度 什么叫脂 方言说 拆肩脂 欲也 就是以欲为度 大便通了 这就行了 所以这个量 它的加减 是根据用药以后病人的反应来决定的 今天市场上的麻仁润肠丸和麻仁脂脾丸 它的药物组成都是在山寒论麻子仁丸的基础上 加减化财而来的 它们都有润肠通变的作用 显然一见 虽然说润肠通变 但是它毕竟用到带黄 便宜寒凉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用麻仁脂脾丸和麻仁润肠丸的时候 真正的高年体弱的这种便秘的人 用的时候呢 还要稍稍当心一些 我用这个药来治疗习惯性便秘 治疗老年人便秘 治疗产后便秘 我有个习惯 习惯是什么呢 就是让病人晚上吃一次药 先吃一碗看看 如果不行呢 吃一碗半 还不行呢 一次吃两碗 看看第二天早晨有没有大便 我一般不习惯 早一碗晚一碗这样吃 这是一个润下通便的方子 现在我们在临床上 什么通便磷啊 这个还有炉混的那些药啊 都很多 所以它们的功能都和麻仁润肠丸有些接近 又以习惯性便秘 有一定的疗效 这个阳明时症 我们讲了阳明腐质症 讲了脾越症 这样的话呢 阳明时症的两个症后 我们就谈完了 关于金奎便捷症 关于阳明叙血症 这都属于阳明的时症 那我们就留待于下次课来上 今天的课就到这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